Dorbe 盘 Dorbe 盘是一個講求反應和團隊合作的運動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玩過閃避球 但這個運動將一個球變成一個盤 它是一個圓式的飛盤 所以就算被人擊中也不會覺得痛 這個運動我們玩的時候的速度會很快 所以都很適合一些比較上體能好的朋友去玩 正手的玩法是怎樣 我們就用三隻手指 兩隻手指握在盤底 一隻手指放在盤面 通常我們就前後腳 然後就準備放盤出去 現在就會示範一下究竟反手是怎樣 一樣四隻手指放在底 一隻手指放在面 就是手指公放在面 然後前後腳站 然後準備在腰間出盤 好 現在我們就會說一下究竟怎樣去摺盤 簡單一點就有兩個摺盤方法 第一個我們就是抱著它 就是不要讓它落地 第二個就是三文字夾法 換言之就像三文字一樣 我們用手夾著它就可以了 健康 Só決定 下 reappe 乖 récup 我們買的 不知道 我靠你們 來吧 就這樣 可以抱歉 好 你們覺得躲避盤好不好玩 好玩 最難的點在哪裡 首先就是摺盤 因為摺盤是很有技巧的東西 你看看它什麼時機 你要這樣摺著 那你呢 我覺得正手摺盤是很難的 因為有點不習慣 有時候太多數會失敗 那你呢 被人扔中心是最難的 因為我太沒負責了 但如果有機會 你們想不想再玩一次 對 非常好